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凤中间阳光 那么明天的话 明天天气其实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但是明天黄南云气的整个量还会再减少 所以明天天气是在逐渐好转的 但是提醒大家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局部的这个短暂震雨 那么预计礼拜二开始 水气就会明显减少 而且也会偏东风 所以这个礼拜二开始呢 冷空气也会减少 所以礼拜二的话呢 就是天气会逐渐好转 而且预计至少可以持续到礼拜四 礼拜五的话 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个 有一些人是有这个连续假期三天 那么这三天的话 目前看起来都是 随着偏南风要留意的 就是可能这个比较偏温暖的天气 但是可能会比较容易有这个舞后雷震雨 所以未来的这个礼拜的话 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 从礼拜二开始 大家算是可以好好的来把握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日夜温差 还有明天晚上开始的浮设冷却 那么明天的话 这个我们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台湾附近水气是在逐渐减省 那么到明天晚上的话 其实天气就会变得比较晴朗一点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要特别注意浮设冷却 所以这个夜晚的降温速度 其实也是很快 所以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 今天想要特别注意 是比较偏冷一点的 大家要添加这个衣物 那么预计外的这个礼拜的话 温度是在逐渐的回升当中 尤其是礼拜二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北部的话 因为天气在逐渐好转 可以看到阳光了 所以温度也在逐渐的上升 变得比较温暖 都可以来到26到27 28度了 那么南部的话 因为其实今天就已经云量比较偏少了 其实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礼拜的话 温度都没有太明显变化 低温大概是23到24度 中午高温大概是在28到30度左右 也是相对比较偏温暖 但是早晚的话还是有点凉 所以中南部还是要稍微注意 那么回来四天 容易下雨的地区可以看到 礼拜一的话 其实整个西半部降雨 其实已经算低了 但是西半部这个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尤其是这个东北部 东半部的话就要特别留意 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对西半部来说都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但是因为转成偏东风了 所以淫风面地区们 东半部要特别注意就是 云量比较偏多 也比较容易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要留意的就是这个晚上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 中南部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那么明天的话 西半部大致上降雨几率 都是比较偏低的时候 我们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一点 要留意的也是中南部的这个空气品质 都容易达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另外就是明天夜晚的这个降温 会比较明显一点 尤其在我们的这个中北部地区 跟东北部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所以几个重点 明天的话天气会逐渐好转 但是明天的白天云量 还是比较偏多 要留意有局部的这个短暂阵雨 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 中南部的话要稍微注意 就是空气品质 扩散条件可能不是很好 那么明天晚上还要留意的 就是会变冷 因为浮射冷却的关系 需要添加衣物 礼拜二的话呢 天气是开始转去稳定 而且至少会持续到礼拜四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